你咕咕朱网膜下枪出血 发生了严重的视察 小老板都没有来得及开炉 他 他就不行了 东亿诚 你给我咕咕吃的什么药 我要你在说什么 你现在呢 不适合再看电脑了 过度疲劳对你不好 快去洗澡睡觉吧 行 方案还没背熟 要睡你自己睡 别等一下明师出不了高途 全怪在我头上 你这不用说什么 我一个人睡 是不是高途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爱途 好了 维安 明天呢 我会对你进行洗涂的训练 现在呢 你赶紧去洗澡睡觉 走 你来了 我比什么都高兴 一高兴就年轻十岁 这个呀 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 喝茶 这是 阿姨 我真的太没有用了 业务怎么了 我本来想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以后在事业上也能多帮帮云成 我们共同语言多一点 他也能早一点回心转意嘛 可谁知道 这个岗位分给了顾云征 顾老师 苏维安就是顾云征的女朋友 那我再怎么努力 也都没有用了 这不是作弊吗 华人这么大的医院 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 是啊 我当时出师的时候 高手云集 不是八年制的博士 就是七年制的学术 他一个本科生 怎么就能够通过复试的 这一定是顾云征 上下打通了关系 这个女孩真不简单 华人岂能容她为所欲为 行 我知道了 不是吧 是那个苏维安 他一定要跟我正 那个研究助理的位置 他就是想证明你的HQ39有问题 他不怀好意 小冉 你怎么还在撒谎啊 当年那篇影响因子六分的论文 苏维安才是一座 是你抢了她的署名才被举报的 你说说 你还想瞒我和你妈多少事情啊 曼环 再说气 再不把我说啊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小冉不管是在华人 还是在结婚 所以她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行了嘛 你就别再护着她了 行吗 我真没想到 我和玉环的女儿 竟然会做这种 梦虚作假的事情 行啊 以后 不许你再到警方去上班 更不许跟那个杜云成 再有什么来往 为什么 关杜云成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杨处知道吗 她现在的行为局势非常地反常 我充分怀疑她被劫回贿赂了 所以我认为 杜云成接近你 她的目的并不单纯 当初是我追求师兄的 分手之后也是我求着跟她复合的 你那研究出问题 拿我出什么气啊 你已经挨上头了吗 锦内宾现场的当事人 就报告了三例动漫流颗粒 而负责研发的 温玉良教授 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负重 杜总 不知这是知情不报 还是惯离不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您 各位董事好 我叫温然 HQ39这个项目 现在由我来负责 您刚刚提到的温玉良温教授 这是我的父亲 对于他的研究 我再清楚不过了 据我所知 这三名动漫流破裂患者 在发病之前 就已经签署了自愿推出协议书 在临床试验中 这应该化为自然脱落的样本 显然这件事情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故意抹黑截灰 抹黑HQ39 这也正好说明 这个项目潜力无限 我们动了别人的蛋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尽快拿出 相应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 别以为拿出危机公关处理 就能猛哄过去 我怀疑啊 HQ39的研发流程 存在严重漏洞 已经被人盯上了 后续如果再发生 类似的不良事件 这个药 肯定会被伦理委员会给叫停 可怎么就偏偏是 亨廷顿无导症呢 您该知道 全球范围的研究都限于停滞 选题意义 我已经详细地写在 项目计划书里了 我希望杜院长您 可以尽快阅读 假改公证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是 为什么呀 我作为医生 我去攻课科研难题 您作为院长 不应该支持和鼓励吗 如果你研究舞蹈症 今后你拿什么法来问 怎么品质症 而且你也不愿意 退休之前 一直做副教授的位置 看着你这些后备 一个一个超越你吧 院长果然是院长 您看问题的角度 真的是高不见领 这些问题从来都不在 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院长 那不是你跟我支气的时候 你那个转课题的申请 还有项目计划书 我都押下来了 我给你几天的时间 赶紧撤回去 您是 我叫杜永松 是云正的父亲 华人医院的院长 您好 好好好 云正父亲啊 快请进 请进 他是姓杜还是姓姑来着 您先坐坐坐 我叫您院长 是不是有点生分了呀 来 我就叫您云正爸爸 小姑这孩子呀 太低调了 都没告诉过我 爸爸是院长 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 连家长都来见过了 是是是 这小姑啊 真是个好孩子 对维安哪 又体贴又照顾 对我也特别细心 要不说呢 还是您教导有方 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 说两话吧 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 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 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这些当家长的 就不该干涉了吧 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 但是您的女儿恐怕 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 苏维安携带 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 您应该知道啊 那可是家族遗传病 后代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